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一般上古文 文言文 应该是人越上越少 比较正常 觉得这文言文很难懂 但是我们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这叫国家民主将心 必有正常 正常就是宇宙 在我们马来西亚 大家一起学习文言文 才愈得越来越多 那势必中华文化 一定会在我们马来西亚 弘扬复兴起来 这个就是正常 因为人的意念 有很强的力量 我们都有一份使命的 成传民主的文化 这是胸怀民主 胸怀天下的安慰 因为这种散念很强 所以为什么 来一起参与的人 越来越多呢 就是作为学长的意念 发出去 把人打造进来 所以我们四次保持一个散念 也是对整个世界 很重要的贡献 都是三年 都是使命感 这个念头会影响 隐蔽隐蔽的人 好 那我们这几节课 都是在学习里 继续集 我们先复习一下 上一次课程 谈到的内容 我们翻到三十 应该是四十页 学者又四十 上一次谈到 从这一段我们看到 交者逼自己 那当老师好不好当 他用心量苦 我们看这一段里面还讲到 学习者有很多不同的状况 心之莫同 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 因财使教 一个教学者假如说呢 我一个方法 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那天天心不痛 他们要很用心去提取 每一个学生的治安 然后 然后虚拟虚拟善用去抑住他 去协助他 去协助他 好 那 我们能了解人 能知人 要建立在知识的技术上 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 我们怎么去了解别人 所以汉玉先生提到 使者所以传道 授业 解惑 一个教学者自己 还有很多人生的迷惑 他怎么去欠人家的疑惑 所以我们看到学迹 事实上在彰显教育的重要 后面在诠释一个教学者 应有的德行能力 而教学的重要 我们看一开始都是在强调 教学危险 教育重要 强调 人不学不知道 不知你 所以相同的 老师不学 他也不知道 他空有一个老师的迷路 但也可能是迷路不服事 所以教学教学 教学者首先要先好学 要是一个好学生才行 所以我们前面有一段教学相长提到 学然后是不足 学坏在前面了 学好了才能教 所以教后是困 学得不错了 结果去教的过程 还有可能会发现不足 还有可能会发现还有哪一些道理 其实自己还没有关注 那这样就能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所以这一段也提醒过 首先要支持 首先我们自己 要能借自己人生的弥护 进而才能借他人的弥护 能看清自己的问题 也才能看清他人的问题 紧接着来讲到三教者 十人及七集 一个进行结理的教学者 他能产生一个影响力 一个魅力 因为他的学生会觉得 像他这样的人生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 他们愿意 以这个老师的指向为指向 等于是这个德行感动人 德行让人佩服 而我们来看一篇 特意四十八页 我们对的地方是 于初见罪难 是不是在四十八页 就是后 新的版本是四十八页 在所缘揭露的第二段文章 我们常说古圣献华 他们为王者为天子 他是做军 但是他们同时具备了 十五十的德行能力 我们看大狱有一天 出去看到犯罪的人 结果他马上下车问额气质 他下了车问了这个犯人的实际情况 叫警官他很难过 留言 我们看这个古文 这些文章都是恶心力写写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文字背后 都在流入圣贤的 虚妙跟存心 我们看大狱看到罪人 他马上下车 我很紧张去了解中国 就好像那个犯罪的人 就是他的情人一样 结果了解了以后 很难过 有一点 旁边的人看 朱又月 不了解他为什么哭 这个父是发言词 罪人不顺道 故事发言 这个犯罪的人 他不遵循做人的道理 犯罪了 才落到这个相场 故事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亲王何谓痛之之于此言 欲望啊 你何必痛苦到这种地步 那是他自己来做好犯罪的 叫欲望 姚孙之人 建议姚孙之心为心 我们从这里看到姚孙圣德 他的百姓他都教育他 结果他的百姓都以姚孙的圣德 为效法的对象 以他们的存心呢 为自己的存心 所以一个父母教育他的孩子 让他的孩子要效法他的德行 这就叫成功 三交者是 极其如此 我们在这里看姚孙的德行 做到了 尽寡人为君言 现在会轮到我做天算 这姚孙传给孙 孙传给余 而且都是善当 都是观察了很久 直到他确实有德行 可以照顾人民才传给他 结果他说呢 现在我当国君呢 老百姓不是效法姚孙的德行 反而各自以其心为心 这个就是顺着自己的死心 在做事情 还顺着死心 先施欲 最后欲令治愈 可能就会犯罪了 所以我感觉到 非常的悲痛 这个代表 大于非常的犯求初期 他觉得老百姓的修养 没有像姚孙一样好的 是他的故事 所以书约 上书上面有讲到 百姓有罪 在于一人 他们为天子的心境 就任何一个百姓犯罪了 都是他一个人的罪过 他觉得都是因为 他们没有把人民交化 这真的是有福的心 在对待人民 而我们从这一段也看到 这些古生先皇 都是真正的用德行 来教化他的人民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段 也是讲到 故学业 所以学为群 故事业者 所以学为群 也 能当好老师的 都能提取 每一个学生的诈欲 之后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 再提升德行能力 最后可以当一个不群 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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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不可以不胜 选择好的老师 选择他是真的有德 甚至于 都是有 可以领导一方的 得恨 智慧的人 还有能力的人 我们看以前 史书老师的 很多都是一个家族的 祖父真祖父 比较去帮忙整个家族的后代 找老师 很多找谁呢 找已经退休的官员 他高老幻想了 他的学生 德行 以致他人生的见识 见闻非常的用 把这样的 长者来 请来当自己史书的老师 这事不可不胜 找一个老师来 讲的都是理论 不知道怎么去用在厨师 用在生活 工作 那可能教的就变成 学史书了 好 好 那紧接着呢 讲到的 严实为难 尊重老师 才能尊重道业 尊重了道业 人才能够 学到真实的学问 所以这里啊 把尊师重道呢 摆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取了以前的天子啊 他在昭告天下的礼仪当中 所有的尊子啊 都要被面面对他 他是王子 这是寻尊子 只有两种人啊 不用寻尊子 就是这个尊子啊 是寻尊的时候 当 当做王者 在给人 摩拜的 那不能 不能把它当成子看待 再来就是 老师 常常给这些 贵族甚至给天子讲学 所以老师叫西西 天子 皇帝坐在东边 老师坐在西面 表示了 对世道的尊重 好 那这个时代呢 人不学 人不学 也不知道 所以 从事 这为工作的人呢 也不能去要求 别人要多尊重 我们呢 很重要的呢 我们自己要做出来的 我们真正做出尽心尽力 不疲不厌 但是小朋友们 学生们 他很自然的 也对我们提起了空间 所以这个时代呢 大家对这些道理 都不是很清楚 不要去要求这个 从我们自身做好 来 把这个世道尊业 出现起来 把人能哄到 非道哄 教育者自己的心思 要把世道表演出来 以前的人也很尊重医生 现在对医生的尊重呢 也没有这么高了 那为异者 也要把异道自己做出来 好 接着呢 下一段 我们 谈到的 是在教学的时候啊 学生的活动 有发问问题啊 有回答问题 学生发问 顺着白罗去问 像燕辉啊 是个好学生 燕辉有一次问 人 控制 什么人 怎么去落实人的 控制说 客气死亡 一個人要先克制自己的稀奇 才有可能去愛人 有貪心的時候都跟人家計較著買人 脾氣都控制不住了 人家看到我們都嚇死了 人家很傲慢的人家跟我們講話 問個問題 連這個都不知道 以後看到我們都不敢發問了 我們都有這些習性 都不能嚇死 就像人家講的不能可惡 可惡這些習性物語 那我們的人愛心都被這些暈光給包出來 這人愛的光芒顯露不出來 好 所以空神知道的營灰 可惡規 卻要高度對峙星期 這個營灰聽到這裡 他就很散問 他藉著問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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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這個木就是 怎麼在生活當中 具體落實 這營灰真實 他的好學表現在哪 學一句就 實實在在要落實一句 不是學空的東西 不是學幾問之學 我為什麼相信 這營灰這麼一問 孔子一定很高興 馬上回答 從哪裡下手呢 非禮無死 非禮無停 非禮無言 非禮無動 我們看這個禮啊 我們看這個禮啊 禮者敬而意 就是恭敬 一個人有恭敬的態度啊 我該看的東西 他都會看的 這個禮敬啊 是禮敬自己也禮敬他人 今天看這個東西啊 會污染自己的 善心 這個就是我恭敬自己啊 照他自己啊 非禮無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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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禮無死 而且呢 很恭敬他人 假如我們亂看 對人家是很不舒服的 這個時候也不能看 他的事實能繼續到別人呢 不給人不舒服 不給人難看啊 好 而一個人呢 事實上呢 看不該看的東西之後啊 他的整個天獄 都會被 因為看到這些不好的東西 都被 飄動起來 這些死性呢 那他怎麼看起乎你呢 所以第四位裡面 這些教育很重要 都鬧場 絕無盡 非禮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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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心事 一個人看不好的東西 邪惡的東西啊 可能哪一天 腦子裡都在磚那些東西 好 所以學習傳統化 那首先呢 要不要看殺到陰謀 這些東西 不然呢 這個心啊 都禁不下來 供禁不下來 所以告訴大家呢 電視盡量不要看太多 因為電視節目 那些無人一看完 細心又被他叫響了 今天回去不要看電視 大家受得了嗎 很多人說 那很多事我不知道怎麼辦 告訴大家 很大的時候 別人就要告訴你了 但是你自己去看啊 尤其你上網去看新聞 還沒看新聞啊 旁邊那些 污染就去不下來 有沒有 尤其難死 現在一個什麼 螢幕一出現啊 可能是最近啊 布料比較驅逢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得先了解一下 女孩子都穿的比較熟 所以 這個一個人要克己福利啊 首先是要先說好 不該看都不要看 不該聽都不要聽 不該說都不要說 你說人 會講不當的言語 她的心很不正 可能有情緒啊 可能有傲慢 可能是事啊 不能去顧及他人啊 才會講不當的言語 非理無言 非理無 不動 不動 而且這個動啊 可以包含體面 不可以動 無理的行為啊 不可以動 因為你聽啊 看啊 說啊 還沒有動 身體啊 動死了 那一動了 那醉也就重了 做非理這些事情 就很不好 可能就傷害到大人了 好 我們看這個言語也很會問啊 空子也很會答 什麼樣的人很會答問題 這裡講 三代問者如壯壯嗎 一個人很能回答別人的問題啊 就好像壯壯一樣 你壯他大力一點 他就大聲回應 你壯他小一點 他就小聲回應 所以就扣子一大就大力 他就扣子一小的這小命 戴起衝怒 然後驚起聲 他回答的時候 非常衝怒 大家有沒有被人家問問題 問到全身緊張的經驗 這個這個這個有沒有 那就不能戴起衝怒啊 所以這句話呢 值得我們去體會 三代問者呢 他就像中壹一樣 大家看過中沒有 裡面是什麼 空的 很有 大家有沒有經驗 比方說明天我要去睡子裡 當天晚上還在想 我明天跟他講什麼 一直想一直想 我明天醒來跟他講這句話 接著他會怎麼回答我 就在意怎麼跟他講 鐵定說服他 有時候想的太興奮了 兩三天都睡不著 結果隔天約會到 跟他講完 結果你一講第一句話呢 他回的第二句話呢 不是你想的 然後你就 哇 不知道這麼久下去了 那請問 假如我們都是想了很多 然後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要去說服別人 心裡有沒有放空 沒有 只要他問的 只要他講的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哇 不知道怎麼講啊 所以 孔子曾經講到嗎 他說服有 只乎在 現在講這一段 是深人的經驗 我們呢 用心體會 體會不到呢 不要擔過 因為 只要掙扎 但是 那是目標 我們望著 慢慢邁過去 這個字啊 無有知乎在呢 很多人會覺得 哇 孔子一定是 什麼都知道 什麼都記得 但是 孔子說 無知也 老子又講 智者不活 活者不知 真正開智慧的人 他不是 活者是 什麼都集 集一大堆知識 他不見得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活者不一定有智慧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拿 博士拿兩個 拿三個的人 有沒有 可是你看他 沒脫身手 他還是很多煩惱 但是你看他 勃勃勃 他集很多東西 甚至一定告訴他 一句話 他說 在課本的第三十七頁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 但是他還是沒開手 他集了很多 不過星星之光還沒做出來 甚至於這樣的人 會覺得他很厲害 你看人家都記得 我都記得 完了 傲慢了 有傲慢就開不了智慧了 所以這個孔子這些話 其實都在提醒我們 不要誤會了聖人的今天 我都覺得華聖人一定是 激大堆 越激越多 請問大家 你要不要激東西激到 脫雲的今天 有沒有 那你想怎麼繼續用這種方式 激下去會開誤嗎 可能都會爆炸 可能都會爆炸 所以這個都是星星之學 我自己 哎呀你們都覺得我很有智慧 懂很多 其實 在孔子的心裡 他沒有這樣講 說我很厲害 我很有智慧 甚至於孔子覺得我也 還很差 我不是 哦 因為大家去看 孔子說他 德之不修 學之不佳 文藝不能洗 不散不能改 食物有業 孔子每天下功夫是把習線給放下 哪有一直覺得我很厲害 他都一直每天在放下他的心情 就是割 刺刺 就是把說字炸放下 一個人覺得我很厲害 我這個也懂 我那個也懂 那些意念反而延伸傲慢 是為他們改 無恥 那一般百姓問他問題 空空不言 我扣起兩萬 不接 空不絃 空子強道 我平常有人問他問題 他的狀態是什麼 他的內心是清淨的 我們要裝東西 我們要在那裡想 要拿哪一句話對自然的問題 那自然而然就起一個智慧 所以要學這個空如也 有一個具體的比喻大家體會看看 叫用形象鏡子 大家想那個鏡子很乾淨 那上面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任何人站到前面 他造的明明白白 就好像我們遇到的哪一件事情 我們像鏡子一樣清靜 就把這件事造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會有看不清楚 我們現在遇到什麼時候 有一點看不清楚狀況 好 鏡子他實事保持清清楚 假如今天這一面鏡子 是照了這個人 這個人走了 那個印象還在上面 下一個人再來照 照不照得好 照不好啊 因為他鏡子上面已經有上一個人的印象了 下一個人來他就照不清楚了 所以這個星球又染不住了 大家有沒有經驗啊 剛剛跟一個人超過家 心情很不好 可是已經去上班了 結果剛好跟同事在討論工作 眼睛是這樣 然後腦子還在想剛剛那個事情 然後想想越想越入神之後呢 對方一看我們的眼睛 所以你看這個星的隨時 都有染住 都有掛愛 怎麼要是為了 這是煩惱的 不是恐慌的目焰 所以人的心呢 往往掛愛在哪裡 懊惱過去 擔憂未來 這個星就不清楚了 煩惱就越多了 所以怎麼讓這個星 呈現絕躁的智慧 心有所恐懼於我的情緒 有所憂患我的情緒 那擔憂未來我就是恐懼有患 心有所憂之不得其真 就是情緒了 心就不正了 有所好要就是貪心 貪心很多的境界 貪心很多的欲望 就不得其真了 所以這個空空如也的功夫啊 都還在割足於 要把這些細心慾望要放下來 這些煩惱要放下來 心才能空邊啊 空了才有的智慧啊 好 大家有沒有一個機會啊 我們剛剛先去反面的例子 要去跟一個人談話 就拼命想說服他 想了一大堆 反而應對的時候呢 對方不安排你出來 我們講不下去了 但有沒有另外的經驗是 你都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歡歡喜喜去跟他溝通 你也沒想說我要說服他什麼 結果反而波通得很好 他問你什麼 你很自然就可以回答他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都沒有啊 還有一句俗話叫 有心插花花不放 無心插柳柳成意 因為人沒有刻意的時候 那個心特別清靜 清靜用智慧應對的很自然 對方也覺得很真正 你反而很刻意的 要控制了 要說服了 煩惱了 是個氣氛 好 所以從這個空空谷野 我們要了解到學問是透過 這些聖先的教會 把我們這些分別啊 煩惱啊 思著放下 這叫正學問 不是基本的 是明白道理之後 放下自己的分別之處 煩惱心情 那這樣才能真正有一個思維 這叫什麼 思學 好 好 那我們看 孟子講的 學問之道 如他 求其 放行 放行而已 其實 所有千經萬論這些教會 都是讓我們把旺行放下 回歸到 本身 回歸到真心 真心 真心本來就是清靜的 是無為的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當中 這樣空空谷野的人 還不少 舉一個例子 六祖慧能大使 大家聽過他的故事沒有 我想華人可能都聽過一句話 叫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尘埃 我以前還沒學這些東西 小時候也聽過 嘴巴在那裡 本來無一物 其實殺人就多了 這叫空脫家人 他那個本來無一物 就是完全回歸到清靜的 有一個人 他就是去跟一個大德請教 他就在那裡 什麼也是空啊 那個也是空啊 就一直講 什麼都是空啊 結果這個大德呢 拿了一根棍子 往他的前頭敲下去 砰 你怎麼到我 你不是說都空了嗎 所以他那個空是嘴上空了 心上沒有空了 所以夫子講 空空 就是呢 這個空啊 你也不要執著 你心裡執著有個空 那還有個空啊 還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連空都要不執著 主也就是 本來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的真心 本來就可以起碎了 所以那個心結裡面說 原歸無所得苦 就是人無是什麼 把所有的分別之作妄想 統統放下來 就入那個境界了 好大家入了沒有 好 對不起我沒有 我只能透過這些主席的表演 跟大家探討一下 好 但是 這一段話呢 給我們很重要的 知識 為什麼他很有學問的人 方式空空入葉 壯重嗎 他學的東西啊 他用心定壽了 他就不執著 他不是印記一大堆東西 他不是基本之學的 好 而且呢 孔子面對大家的問題啊 扣起兩端 就是呢 針對事物的是非 我讓對方完全明白 這樣下去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都給他分析清楚了 對方只能知道 那我應該怎麼去救 而這個集約啊 我們看到這個戒指 就是盡心戒力 這扶持啊 確實也是不疲不厭的 在幫助別人 知道嗎 縱使是一般的百姓問他問題 他也會非常慎重 用心地回答他的問題 但是大家看哦 福祉只是盡力幫助他 對方能吸收多少 有沒有照他的話去做 他也不挂矮啊 一切也要睡遠了 有的當老師的人很煩惱啊 噢 我都跟他講多少次了 都不聽我的嗎 吃死我了 假如是這樣哦 這個當老師會得高血涯啊 我還聽說 現在呢 憂鬱症的高危險群 好像小學老師 不是 那就是看不開 我沒放下 師父靈靜們 修行靠個人啊 這你將就不得了 他的人生 他是 他是主教啊 不是我們是主教啊 大家有沒有經驗 這個 比方你今天在一個親戚 你在那裡開車 他在那裡開車 他在那裡開車 他很激進啊 他比你還緊張啊 有時候我們開車開到 他受不了 哎呀方向盤 我來 我來 靠我來 你不會開 我來 我來開 很多當父母的 都當成這個樣子 孩子在那裡摸索 人生看不下去了 你下來我來 他的人生 讓我們幫他走 不可能啊 所以父母老是只能盡心盡力 幫助孩子 你不可能跳上他的人生 當主角 這個時候可不能急啊 不然到最後呢 壓苗阻擋 他還沒到那個五星 你硬要給他塞 塞到最後他就 撞不下去了 看到你就想跑了 覺得你很囉唆 很煩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三角 他都很衝動的 我們再來看一篇文章 二十幾年 壓苗組長 這個就是 先這個學生長得不夠大 大家都幫他拉一拉 宋伯仁呢 宋伯仁呢 由名其苗子不長 而牙子長 這個名啊 通行之旁的名 這個宋伯仁呢 他看著這些羊苗啊 他說喔好可憐喔 長這麼慢 他為了幫助他們 把每一顆羊苗都拉一拉 把他拉長 茫茫然歸 因為他每一顆都拉 拉得全身傳統 這個茫茫然歸 就是很疲勞的回家了 為其人員跟他家裡人說 精神病疑啊 這個病疑就是累得不行 他不是真身病啊 哎呀 今天實在是類似我爺啊 但是啊 無助苗長矣 我幫助了這些苗 通通長大了 結果他孩子聽完之後 就 旗子驅而亡四子 這個驅就是趕快前往 看一看這個苗變成怎樣了 苗著高一樣 這個苦高呢 就是都 死掉了 因為他拉完以後呢 就被他拉死了 所以接著說呢 天下是助苗長者 不助苗長者 乖 你這個提醒過 為人父母 為人老師 為人領導的人 不去拉那個苗的是很少的 一般都會拉 好 那我們就要反省看看 我們 孩子有沒有他變形 大家注意去看看 現在的孩子 你看到幾個 很快樂的 心裡沒事的 笑容慘悍的 天真無邪的 有沒有 現在都有少年為特的煩惱 當然這些煩惱很多了 他可能染上很多慾望了 有一種情況呢 是跟父母的溝通不良 父母對他要求很多 他很痛苦 要求很多 到孩子 呼吸困難 這就是 也要不要做他 而且啊 這個父母 叫做有要求的時候 有要求 有控制了人的慾就上來 有嗎 就是要求 你給我考高分 你一定要怎麼樣 這都是慾求 慾求一起來啊 慾靈之靈 就一定指定著 可能你要達到我要的 感受不到孩子內心的狀況 這樣子 你之間的苦痛就越來越差了 就冰凍三次 很多人說我的孩子怎麼不聽我的話 那不是昨天聽今天不聽 不是這個邏輯 是漸漸的 不能彼此理解的 越來越差了 所以今天把神奇逼上去了 結果父母跟自己之間 沒法多重了 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自曉得是重了 我都覺得我的父母非常理解 所以我們要少年為特的煩囊 而且我還覺得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考得不好呢 我爸很理解我 加油加油 以後會越來越好 但是呢 父母確實是把好的讀書習慣 醫生做這個狀況 看 你不是說一面誇他 沒有榜樣給他 這樣也不行 好 所以我們跟父母的溝通 沒有出現這種狀況 我心裡有事而不跟我媽講 我會睡不著這樣 哪怕在學校被老師出發做錯事 我一定要給我媽照顧 那天晚上我才好睡 甚至於 一般人覺得不好的 比方 我記得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年初中的時候 都說去撞了 撞 Slock 是吧 我都說去撞球啊 是不好的 其實撞球沒有不好啦 是那個地方喔 去的人 比較複雜的 結果我那個時候呢 就想去撞一撞 我還給我媽講 然後我去撞那個球 我媽是好的球 我也不會偷偷做一些 我媽不允許的事情 我父母私利之間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光明智隆 媽媽讓我去是代表她新人不完 我不會去叫這個湖群孤蟬 當然後來知道 那地方那些人很多 慢慢就不去 好 所以在這文章裏面講 天下子不足廟長者 少人 大家都太急於看到結果 急於求成 欲數不達 弄巧成主 應該順著每一個生命 讓他很好地去生長 其實我曾經觀察一個現象 很多人覺得呢 比方說他生三個孩子 他生五個孩子 五個都是博士 你看他這個父母會不會叫孩子 你不厲害 信不信不信 你們都沒有反應 你們實在越來越了解我是很賤詐的人 都怕被我騙了 而且台灣還有一個現象 台灣是獨立科的 台大電機 台大一科 最高的 結果他三個孩子全部台大電機 人家就覺得他好會叫孩子 其實三個孩子的個性一模一樣 心象一模一樣 你有遇過三個兄弟姐妹個性都一樣的嗎 我告訴大家連雙胞胎都不一樣 是不是 那怎麼會三個不同形象的人 讓他交起來通通 像那個機器 出來的都一樣 所以揮交的應該是他不同特質的孩子 都發揮他最適當的性向 然後都很快樂 都發揮了他人生的價值 這才是你教的嗎 我這樣在有時間 我去調查一下 那個三個都台大一科了 可能都不這麼下去 沒辦法爸爸一定要獨著他 要這麼才行 不然就是給他丟臉 那可能 雖然他們有很高的學歷啊 但是他們的行李不一定健康 這個我 我們家三個孩子 通通做了公務員 公務員大家知道嗎 鐵翻碗 那個碗算不破 我二姐呢 讀了師範學院 師大 出來教祖宗 結果 教了幾年 他跟我爸說 爸我還想再讀書 我爸說 好 因為我姐姐讀的是公務費 得賠幾年 那個四年 要賠不少錢 我爸爸馬上說好 你願意再讀 繼續讀 就把那錢賠了 都沒有 就是覺得說 沒有 不死賦這個錢 因為他覺得 孩子既然有這個 性向想繼續在生長 那我爸爸如果話不說 他就 對啊 也沒有想 哎呦 你這個鐵翻碗 你一出現回來又沒工作怎麼辦呢 沒有 我爸爸沒有 去煩惱這些事情 所以我姐姐就把 老師給你吃掉了 結果後來去讀書 讀了個 數學行李博生 回來了 他現在是在 師範大學教學 回到他的母校去教學 所以我姐呢 他把鐵翻碗 吃了 不過說實在的 人生明白了 就不會太憂慮 太患得問題了 改是你的福報 遲早都會來了 別擔心了 後來我姐姐也當公務員 結了婚啊 懷孕啊 她的志向 要當一個好媽媽 懷孕還沒生產 工作吃啊 我父母也尊重她 後來 就真的 現在還是專職的家庭主任 接下來換我了 我去當小學老師 當了幾年 我感覺 教育也很需要倫理道德英國 這些聖閒的教育 爸我自己基礎不好 我得再去深造去學習 好 吃辣 我爸每一坨都沒有做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這樣人生去發展 沒有這樣的父母 不可能 父母教育有控制 你就得這樣給我做 那我沒辦法 可能就做了 跟自己性相相違背的事情 比方說我爸說 你不能給我辭職 辭職我跟你斷絕父子關係 那我當然不敢吃 可是你看 從此以後我會不會快樂 不會啦 每一個孩子對生命 是個很好的禮物 父母都支持 姐姐要當個好媽媽好不好 請問大家 好媽媽跟公務員的收入哪一個重要 人生隨時要蹭一蹭 輕重還擊 所以起碼 孩子 留鼻涕 留一留兩三天就好了 不用去看醫生 為什麼 從小是母親帶著 普魯的 普魯的體質 就比一般的人還是好的 光是這個醫藥費 就不知道 差不多多少 現在人看起來很會順 其實不會順 為什麼 看起來很會看的人 他都只看哪裡 眼前 他看不到孩子一生的健康 看不到孩子一生健康的人口 看不到孩子的 學習能力 是要陪伴形成的 不是你拿錢讓他去補習班 就能形成 而當身體不好了 當人格德性不好了 這個時候 再多的錢都買不回來 所以什麼是智慧 能分辨人生的 輕重還擊 本莫先後 什麼是人的根本 什麼是先重 什麼是後重 都很清楚 這是要做的 人現在不能分辨得出來 每天忙 我只會邀請到時間 時間就這樣 耗掉了 等真出狀況 才知道 去面對 就不好解決了 所以這一段裡面提到 一為無益而設置者 就是 一般在種植的農民 他叫做 比較 過於不急 有這兩種情況 一種人 覺得什麼都不用幫他 幫他做什麼都是 沒什麼大作用 沒什麼大作用 不管他 讓他 自身 自身 手指就是 任由他去吧 有人是怎麼管孩子 什麼都不管他 讓他活潑一點 自由一點 不約束他 這個就好像種田 不管他 讓他自己長 結果呢 炸了之後 長一大堆 就是你沒有去陪伴他 怎麼知道他 什麼時候染上 錯過他 是什麼關聯 怎麼幫他 煮草 怎麼幫他長善救濕呢 這個裡面講 不雲苗 則也 都不管了 這個雲就是 把雜草 跟雲 跟雲 這個雲就是去掉 這些雜草 才不會 把這個 鳥的養分 都給吸住 所以真正用心 陪伴孩子的父母老師 會有什麼功力呢 用心就有 很多的奇異啊 那個孩子 昨天做了 不該做的時候 這個媽媽 一看他的 提升就知道 臉神 眼神就知道 乾淨嘛 用幾句話把它拖出來 勝於死啊 他可能昨天第一次說謊啊 整個氣色啊 不好啊 銀湯發黑啊 這時候乾淨 誘導他 慢慢的把真相講出來 導致他 就好啊 很多媽媽說 我的孩子怎麼這麼會撒謊 其實都是忽略了孩子的 情況 等都已經根深蒂固的細心了 這次他就不好 就不好 好 柱子長著 另外一種呢 一種是什麼都不管 一種是管太多的 就是 雅瞄這樣 硬把它拉起來 非足不足不易 不止沒有幫助 而有害死 害得他 好 這個 我 讀小學的時候啊 我母親也在我的學校教訓 大家想一想 假如你是小學老師 你兒子在學校讀書 你會希望你的兒子成績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哇 那個同事在辦公室裡面 欸 你兒子怎麼樣啊 在那裡逼的時候啊 我們坐在旁邊 心跳會不會加快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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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面子 會不會 哇 那假如會喔 你孩子的成績又不怎麼樣 回去就可以嗎 你看人家摸摸 老實的孩子考幾分 你考這什麼成績 真給我丟臉 啪啪啪就罵15分鐘以上 是不是 那不就開始在逼孩子嗎 因為我成績不怎麼樣 都差不多十幾年 二十幾年 可是我媽從來沒有用成績丫頭 所以父母不成績面子 我們也沒形成好面子 告訴大家好面子的人生 行不輕鬆嗎 告訴大家沒有輕鬆的說 我都拿了 兒子要給我長面子 另一半要給我長面子 那你看要有多少面子 你大致有面子 面子上 我的面子啊 痛苦是從我來的 假如能體恤我每個孩子 他的根性不一樣 基礎不一樣 我的二節的文章 都是給缺銷做榜樣的 我的文章都是讓老師丟在底上 你說差這麼遠呢 那我爸爸媽媽這樣用這個 節節的標準來衡量我 而貼掉 不壓扁 是不是 但是不去這樣比較 還是信任還是愛你一定可以 我爸最早講 加油 要吃愛 慢慢慢慢的 在這樣的愛用之下 信任之下 全力慢慢就會發揮 大家要知道 每一個人間發揮的時間不但一樣 有些人發得髒 有些人發得慢 所以用一句子女叫 大器完成 名字叫大器完成 大器完成 大器完成 這是很有邏輯的 為什麼大的器叫得比較慢 因為他體積大 他吸一口氣 時間就比較久 他 他這樣咕咕咕 所以我成績一直不是很理想 但是父母跟我遇到的幾位老師 對我都很羞人 最後 在他們的鼓勵之下 慢慢的我們也有所成長 好 老師這不是幾語 孟子講不要壓描助長 這個預言 讓大家照顧一下 好我們緊接著看下一段 激問之學不足以為人識 激問之學就是能被人激 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知識 那叫激問之學 好不足以為人識 他激了那麼多東西 但是他不是真實的職位 他不見得懂得 怎麼讓人真正 過有意義的人生 性子 實在的人生 所以 所以 海宇先生 講到的詩者說 也傳到 受研究 這個才是認識 我們這一篇文章 可以跟詩書 可以跟詩書的大學 來搭配著去學會 我們看大學是成就 大人的學問 這個大人就是一隻俊子 只有道德的人 大學裡面說激問之學 即是大人 沒有這樣 大學裡告訴我們 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 一個人要利益國家 利益世界的宏大志願 這很好 但是那個學問得從哪裡下去 得從科班 得從修身才能起家 得從格物才能支持 得煩惱清了 智慧才能長 所以現在一般整個 在學校裡面 他注重的是 知識技能的積累 那個從其量是說 我們懂得這些 知識跟技能去運用 但不見得我們 能把這些做人的道理 貫通 把人生經驗的 有價值的成為的人 我只感覺到 我們 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不快樂 有沒有人在讀書的時候 覺得很快樂 這個人不是一般的人 因為一直記那麼多東西 然後印記的人就很煩重 有很多東西 人翻到最後會想怎麼樣 吃 吃東西 或者去 發洩一下 是不是 你很憋啊 工作壓力 科技壓力很大 我去發洩一下 所以現在 所謂的遊樂園 以前都沒有遊樂園 都是遊樂園 跟大自然融成一片 現在沒辦法 不會跟大自然融成一體 但是又很悶 發洩不了 怎麼辦 去遊樂園 然後就開始做 高空掉下來 發洩 發洩 然後那個隊 幾次公尺這樣掉下來 然後上面就 想快樂 現在人的快樂就是這樣 那叫苦中做的 因為他內心有很多苦悶解決不了 可是想著這苦悶又很痛苦 忘了他 忘了他 然後就去找樂子 那叫吃雞 吃雞完了 啊好餓喔 餓多久了 一下子就沒了 那跟大麻藥一樣 麻藥推了不就苦就來了嗎 我說我曾經帶學生去遊樂園 我是引導他們要去接觸大臣 我講了半天 民族社會 好 各位同學 你們要去哪 遊樂園 我又沒辦法 這個要陪這些小朋友一起去 我就在旁邊一直觀察 這些東西真的得樂嗎 最後沒辦法我自己試試看 我就去做那個 有一個原 原輪喔 四個人坐在上面 棒的精精的 然後那個輪子就開始 搶搶搶搶搶乾燙差不多 結果呢 我做完 才從那個 這個羈 oils 搶 reflective 我都靠不清楚 突然只想吐 頭暈到都想吐 我實在很不能理解 這樣就快樂 所以真正我們自己這一生 有沒有把苦悶解決掉 有沒有真正體會到 為善罪的 主人為樂 學而實習者 為與虎 良不愧於天 不作於人 問行不愧 德 有沒有體會到有父母可以奉養 有兄弟可以相互扶持人生 這個是人生的道 要找到真的吧 好 人生的真相我們都很明白啦 這樣我們才能把人引到羞生的人生去 所以大學裡面告訴我們 怎麼達到七家子 平天下都要回到客戶 回到修身為本 本地兒和道神 這個才是 只會 故事有其問之訊 畢業期聽與虎 這個畢啊 就是一個為人師表的 他要去背 這個聽語 聽就是聽學生發問 聽完以後呢 聽完以後呢 可以把道理馬上知道他 聽了馬上告訴他 在預指 馬上可以告訴他 這個我們又回到剛剛講的 這個真的說聽了以後馬上能回答 差不多是孔子孔孔主義 還沒達到那個情況呢 人家問我們這個問題 你讓我想一想 我明天再說 那時候我們還沒達到的 智慧其用部分 那為什麼智慧沒其用 煩惱太多 還是要回到五本 煩惱清智慧就能長 我們剛剛講到六祖慧的大師 他不只沒有積分之訊 他連指都看不懂耶 不是他不識字 這不太一樣 不識字看不懂 不一定一樣 有時候是看裝的 看不懂 也不是裝的 他自然表演出來的 大家能聽過我的意思嗎 有時候這些聖人的境界 因為講的不好講 講了又怕講錯 講了又敘述又不完整 他不識字看不懂 這個表演 提醒那些要記很多經典的人 你別太傲慢 你以為你很傲慢 你解決不了的 我都能解決 所以六祖慧能大師 他開悟是因為什麼 他悟到的 《金剛經》裡面講的 因無所助 而生其事 這個無助就是把 方向分別自主 創下 他的真心就起用了 無靈的智慧 我挺想的 但是只放下加想 所以有一個人受持大捏盤經 不過那經典很大 他請教六祖慧 六祖慧 六祖大師說 你唸給我聽 唸幾段 馬上 好我知道這一部經說什麼 馬上講給他聽 另外一個人問法華姐 才唸了一小段 你不要再唸了 我完全知道了 就講給他聽 結果講沒多久 那個人也開悟了 所以開悟的人正好 多難聽人講不用擺悟 但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只要看方向 妄想重點自主 他們這個能力就是 心裡是清靜的 靜集光通達 清靜到了極點 智慧就開了 這個光是表示智慧 他馬上聽學生問的 他就馬上能答 而且還答得很氣 這個學生的爭奪 所以我們講學回答問題 要欺理 又欺理 然後你不能講太高了 他聽不懂 我們之前有提到 嬌人衣衫 悟過高 你們這麼無辜的看 這句話有講過吧 但是還沒講二十一次是嗎 教人衣衫悟過高 當時期可重 就是你講的這個標準 要讓他能做得到 不然你講完 然後你告訴他 嘿嘿你做不到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得理 對 而一個 老師他為什麼能講七集 除了他有智慧以外 他能設身阻定對方的程度 但是我們假如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理解對方的程度 還有一個方法 邊講邊回答他的問題 要看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假如是 他就是聽不懂了 你一看他的表情知道嗎 但是有時候啊 現在的人 他為了表達對你的恭敬 聽不懂他也裝不懂 這個時候呢 你要看到他的表情 再四四個調整一下 等他稍微臉部放鬆 那個眼睛又透出光 就聽得懂了 所以你講的人 也要四四個調整一下 是很自然的互動 你不能講講講的 講你講的很痛快 對方都想睡覺了 那不行了 接著呢 你不能問 他確實有這個困惑 或者遇到一些情境呢 他還沒有辦法自己 很具體的問出來 可是我們 這個當老師的人 已經發覺呢 他卡在某個觀念裡面 很想搞清楚 可是他又問不出來 然後一直 主動告訴他 他一聽明白 疑惑就結束了 這個呢 我們可以居然 我們之前 講論語的時候 翻到十 我們一起翻十六頁 孔子說 油眼 這叫這指紋 他 明早 出文 六眼六鼻 你聽過這個六眼六鼻的道理嗎 這個應該是 但是 忽視觀察到 赤路的疑惑 甚至是赤路的製作點 都有可能 這個時候 主動互動 解開他的這個問題 對於 威嚴 俊 無欲俱 其實大家看喔 一般呢 是學生發問 當是老師主動的時候 往往都是 學生問不出來 但是 老師知道 講了他能聽懂 主動學 主動 我們看孝經呢 也是 孔子主動跟 政治講的 政治他的基礎工 他還心酸的 就把孝經傳給政治 而我們看孔子講 來 你先做 我跟你講 這個就 強調了 學習不要偏在一邊 甚至於自己有很好的特質 都需要 不斷地學習 才能把這個特質 發揮到更好 不然有可能這個特質 慢慢地 反而產生執著點 會對自己有不好的影響 比方 好人 真是好的 但是沒有繼續好好地學習 提別於 可能 這個好的特質 沒有做過後天的聖賢指導 他會出現狀況 好智不好學 這個人很聰明 但是沒有聖賢指導 提別人大 所以現在很多人狂慰啊 看起來很聰明 可是很狂妄啊 那個就是沒有一經典去學習的 好性不好學 提別人賊 好智不好學 提別人賊 我們看 我們看 直入的性格比較直率 可能 或是這一段話裡面 有一些就是要提醒他 好智不好學 其別人也講 你很正直啊 沒有好好學習 一無色肉無聲啊 最後就跟人講話就非常錯誤 好勇不好學 齒比也亂 孔 直入很勇猛啊 他假如對這些君臣 這些道理沒有搞清楚 可能他會做出 唯一被鋼腸的事情 就被亂了 我們看很多 古代什麼刺客列傳啊 當刺客的人 都是很有猛的喔 可是他這個道理沒搞清楚啊 正義正義啊 一要跟正在一起才行 他可能就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了 我好不鋼 我好學 其別人賊 他很鋼腔 沒有好好學習 表現出來 可能就騙在 框上面去 好這個是 我們講到的 他力不能問 可是他 已經呢 到那個 搶了他能突破的那個評價 來主動給他搶 然後余子 遇刺而不刺 給他講完以後呢 他還是沒搞清楚 那碎身子可 他還沒到那個悟性呢 那這個身子不是放棄喔 就是暫時不要強求 再觀察一陣子 可能他慢慢的 激烈到了那個時候呢 再跟他講 往往啊 我們父母老師教育者 缺乏耐性 就是我今天一定要給他講 明白 那這個時候就控制你 太強了 可能你今天沒給我聽明白 那我就不睡覺了 可以跟你講到你明白 那這就實際不成熟了 因為要做了 可能就實際了 就是暫時了 時間的事情 求個水刀曲成 不要操作國籍 欲數不大 就像大自然告訴我們 今天這棵果樹開花江湖 你要等到他果實輸了 你把它摺下來啊 就很好吃了 假如還沒成熟 你硬把它拔下來 吃起來怎麼樣 很酸啊很難吃啊 好 這你不能問然後於此 我們在之前他們跟大家講到 他們實際上到英國建交大學去發表演講 他們的學生呢 實際上也要問他們 他們比教授講的對不對啊 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要靠恐怖學 的時候跟他講話 那這個話對不對啊 這個也都是 主動發問 然後讓這些虛子去思考 等他們思考了 又告訴他們應該怎麼下手 所以是 實際上講到恐夢學說 若是在孝敬中書 若是在地上 孝敬中書 就很具體 你怎麼去七一頭 恐夢學說 相敬中書 八成佛法 八成佛法 基礎是十三頁當中的 那是用幾個字點出來 真成十倍 其實我們聽到時常講這個 都覺得用心良苦 都是射身主題 什麼樣才能讓現在的人聽得懂 知道怎麼去效仿 怎麼去下手 或使用 所以我們學習的過程 體會到老人家的良苦 有心 就明白了怎麼樣 感情去過世就對了 好 那這一節課先跟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